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款茶是一个福顶的一位小伙子推荐给我的 他自己比较喜欢喝茶 所以前几年就收藏了很多的白茶 这款我们挑选了一下 总体来说性价比比较不错 2016年的售媒到现在为止是三年不到一点 两年多 综合表现非常不错 这款茶的三场是管阳高山 决定了它这个茶的本身的品质不错 再加上工艺到位 仓储也非常的优良 所以这个茶的整个表现都是非常的好 我是比较喜欢散茶的 那么售媒散茶比较少见 之前我们其实茶香机卖的最好的一款 就是郑和玉 吴贵老师的那个售媒也是散茶 那府顶的散茶呢就比较少了 所以呢能够碰到这种仓储比较好的 品质比较好的散茶 我是比较喜欢的 我们看它干茶这个颜色 它是非常漂亮的 我们经常讲好的售媒 它的干茶颜色是呈现多种不同的颜色 因为茶叶在慢慢的自然伪碕过程当中 它的走水的时间不一样 它呈现的颜色就是不一样 这种多样的颜色 才是说做工比较好的这种售媒 另外呢它还有一点 从它的干茶的外形上看 其实它还是有不少的这种芽头 按照这样的等级来讲 其实你把这个茶叫做工媒 那也没问题 它还是有芽头的 相对来说它的叶片也好 梗也好 还没有特别的老 可能比市场上其他的售媒 嫩一点 稍微等级高一点 所以说这款茶的外形 就是非常漂亮 冲泡以后非常干净 因为它是散茶嘛 没有增压 所以也没有任何异味 直接就是非常好的这种香气 它因为已经快要接近三年了 快要接近老白茶了 所以呢它的老白茶的这些特征 就开始很明显地表现出来 最明显的这种香气 就是梅子香 然后呢 还有花果香 有花蜜香 然后有粽叶香 层层的这种表现出来 香气也是非常的丰富 老白茶的这些香气 这些特征就是非常的明显 那么茶汤的厚度比较厚 因为也是管阳高山茶的关系 加上它这个嫩度比较嫩 茶汤有厚度 非常的润 非常的醇厚 顺滑 甜度也比较好 所以这款售媒 其实现在喝也是非常好喝的 那另外呢 这款茶是完全可以 适合大家去存放 因为它是散茶的关系 我们也特意用了 这样一个纸盒装 非常适合收藏 因为外面这个纸板呢 比较硬 然后里面的内层呢 有两层的包装 就是食品级的塑料纸 再加一层这个铝箔袋 所以这个我也是考虑到 后期大家对于老白茶的 这种存放 那么这个包装应该说是 非常适合存放的 那这款茶应该说 到现在为止已经很快了 基本上你再过个一两年 它就是老白茶了 非常好的这种老售媒 因此放在这里 我们把这种老婆拿掉 含草 一些老婆拿掉 我们要把这种老婆拿出来 跟它来 好 来 让我 给你 面